沒揭曉的這個排名 我們請宥宥幫我們揭曉一下 好的 那接下來就是第四名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遇過這種 你偏偏就是明天有重要的事情 提早睡覺 結果還是睡過頭 這在百分之二十八點六 那接下來是第二名 好 第二名就是 越是不能忘記帶的東西 卻偏偏越是容易忘記 好 這就在了百分之五十二點四 那大家是不是也有過這種 明明就做了充足的準備 但最後卻是徒勞無功的 做過程喔 因為一個人習慣 明天要做什麼 我前一天晚上一定都會弄 你就會先把清單做好 對 但有時候真的回到家也很累 然後就想說 算了 明天早上早一點起來再弄 我就是好幾次這樣子 然後就會忘記帶動帶戲 但是你就是 這也不是一個壞事 就講了會發生的事就是好事 就是提醒自己 再累前一天就是要準備好了 有一次我回南非 那個媽媽五十歲的生日 然後就 可是我姐姐跟媽媽 他們住的城市中間距離 一千四百公里 所以就是一定要國內坐飛機 我那時候是從台灣下去 所以國際飛機一定會比較緊 就是護照什麼全部都會檢查好 然後那時候因為是飛國內 我知道比較鬆 所以我也就放鬆了 我就沒有想那麼多 結果要去約保坐飛機 到那個開普蹲找我媽的時候 我發現我忘了帶證件 我什麼證件都沒有 可是我姐姐的手機 有很久以前 我還住南非的時候 就是一種影印本 緊急用的那種 警察蓋章認證的 那他就是有照片 那我就給海關看 他們看一看 對一對就OK沒問題就飛了 然後後來去到開普蹲 跟媽媽過生日都很順利 然後都很開心 最後要回來的時候 我這個沒有證件這個東西 突然出問題了 然後我給他們看那個照片 他們也不認 然後後來我想說 因為我有台灣的那個駕照 那個健保卡都在皮包裡 我就拿出來想對一下 結果出大問題 因為台灣是用農曆 然後國外是西元 他們就覺得這個人有問題 這個人應該是 他為什麼這個是90年 這個是80年這樣對不太上 然後最後他們就 我就想說那我不要問題 我就不飛 不飛就不飛 我去警察局 再去辦一個緊急的這樣用 結果那天我其實很悶 因為就是想說 為什麼還會遇到這種問題 那時候我是悲觀派的 就覺得 為什麼老天爺針對我 我只不過是要回去 就給我這樣的問題什麼的 什麼都倒楣 對 然後後來想說算了 開普蹲還有一座山 我還沒有爬過 我就想說最後一天我就去爬 爬明天再去再回家 看一下運動可以放鬆心情 結果我在爬山的這個過程 不誇張 我走上去一趟 有一個人繞了我兩次 他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上去 我們最後在頂點碰面 我就覺得這人太神奇了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角色存在 我最後遇到他 我就想說這個人 我一定要跟他聊 結果後來才發現 他的背景故事 他以前是就是在公司上班 他也是做到那種CEO的等級 然後有錢有房有車這樣 什麼該有的都有 可是他卻不快樂 因為他覺得這種壓力 城市壓力工作壓力太大了 人生不只這樣子 應該可以轉換 轉換你的思維就可以快樂一點 他跟我說就是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There's problems 就是我的眼神 就跟他說我是有 心裡是有東西的 沒有處理掉 他就說我建議你 就做做瑜伽 然後可能吃 改變你的飲食方式 改變你的思維 看一下瑜伽書 看他們在那種靈性的思維 是什麼 後來我就聯絡班傑 我就說班傑 那個教我一些靈性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我在做徒手運動 他說好啊 那我跟你換 你教我徒手運動 我教你靈性的 結果在這個學習的過程 我不只從悲觀變樂觀派 我還因為跟班傑在一起 我遇到他的經紀人 他的經紀人就看到 我會煮飯 會健身 他就想說這個人可以 試試看演藝圈賺點零用錢 多賺一點外塊這樣子 那時候狀況不好 結果一路就演藝圈開始發展起來 然後整個變成樂觀派 然後順利的 今天就成功了 順順碎碎的 完全大改變 真的 就因為思維 對 謝謝 其實這個轉個面 真的 思維改變就差很多了 我雖然是一個樂觀派 但有時候你知道 碰到一些特殊的狀況 就是你真的要讓自己樂觀起來 也很難 因為我老公就是前陣子確診 他確診之後七天 這七天變成我要照顧他 然後我那七天因為他 我的那七天的工作 統統都取消掉 那變成說我自己就已經 心情上面多多少少會有點影響 那照顧他要照顧三餐 還要宵夜 很累耶 然後我又去跟我女兒睡 因為我們家主臥是 有胃浴的就讓給他 所以我就整個在我女兒房間 那因為又要照顧他 我就整個壓力變很大 你說那時候你要怎麼樂觀 你一直在不斷告訴自己說 他確診也不是他願意的 可是問題是你有時候 晚上一直想 你早上起來又要照顧他 這樣七天的時候 你難免心情就受影響 然後你知道有時候 我們上節目 會認識一些醫生朋友 我就會賴醫生 我說可能 看得出是賴小醫生 我說怎麼辦 我說我這七天 我自己好像被我老公也 沒有影響 雖然我沒確診 可是我晚上就整個 你有辦法好好地睡覺 對 然後吃東西就是 你做完給他吃完 你自己也沒食慾 那沒食慾之後 你又會便秘什麼 因為我朋友都跟我說 你要不要那七天 你就吃個安眠藥之類的 因為我這個人是 從來不會失眠 但我會淺眠 我就覺得 我不需要為了那七天的 心情我去吃安眠藥 如果養成習慣 對 然後我就問醫生 我說那怎麼辦 那你知道醫生也很好 他就說 我也不建議你吃安眠藥 他說你要不要吃吃看乳酸菌 乳酸菌 他說有一個牌子的乳酸菌 他說它很好 他說你要不要試試看 然後我就收到了這一個 C23乳酸菌 因為你要吃它 你勢必還是要上網去查一下 後來才發現你知道 它這個品牌 它是日本 我們百年乳酸菌飲料 乳酸飲料 大家一定都喝過 對 那個很有乳酸飲料大廠 他們出的 它跟一般的乳酸菌不一樣 它是有他們獨家專利 去研發的一種菌種 他就說吃完之後 它會讓你整個改變 你的心情各方面 我想說好吧 那我跟我女兒睡那七天 我就來試試看 我真的不騙你耶 我吃到第三天之後 我發現我躺下去 在我女兒旁邊的時候 我整個心情 整個壓力 不會像前幾天那樣子 然後我甚至可以 中間不會一直起來 我是可以躺下去之後 一覺就到早上七點多 我們都以為說 益生菌或乳酸菌這類 就是只對腸道有幫忙 可是事實上它有四大功能 第一個是腸胃的功能 那第二個事實上 腸道也跟免疫系統 很有關係 那甚至於有些說 吃一些益生菌 可能對體重控制有點幫忙 最後一個 實際上有些乳酸菌 居然對於神經系統有幫助 因為我們除了 腦部有神經細胞以外 我們腸子裡面 也有一億顆的神經細胞 一億顆 所以當你覺得腦部有壓力 或你睡不好壓力很大的時候 又會影響到腸子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剛剛會有講到 有些人壓力大會便祕 或是腸躁症 對 腦部感受到壓力 腸子就受影響了 那反過來講 當你腸子狀況不好 究竟感染了或什麼樣 它也會影響到腦部 那你會覺得很煩躁 那所以這個C23這種乳酸菌 事實上就是透過去調節 腸道的整個益生菌 讓它調得比較好 那同時去改善我們的壓力源 對 所以我那七天 我整個改變自己之後 後來我老公就是轉陰性 我回我房間 你知道我老公是一個 就跟羅哥一樣 他的個性就是 他晚上他會喜歡彈心 可是他每次跟我彈完心 我就走心了 他聊完之後 你就會更沒有辦法 好好的入睡 然後我自從吃了這C23之後 我跟你講 我後來每次在他旁邊 他跟我講很多事情之後 我就覺得我就是聽 我就是整個是很放鬆 整個心情很好 我也不會因為 每次跟他談完 讓自己更煩躁 而且我覺得主要是 我倒給你們看 它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耶 大家看一下 就白色的 對 它就是兩小顆 聞起來沒什麼味道 吃起來甜 你要用咬的 而且也不用配水 因為它很好吃 用甜的 它是用咬的 晚餐跟睡覺的中間吃兩顆 你也不要因為它好吃 你就吃很多 兩顆就夠了 然後你吃一陣子之後 整個從內在去調理之後 你整個心情放鬆 壓力就會在你躺下去那一刻 壓力就釋放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睡得好 那當你睡得好的時候 其實像我們有時候出來工作 職業婦女很忙 你整個外在的條件就會好 對不對 對 很多人就在想說 那到底從哪買 因為它是日本的 其實網路上就有賣了 而且你一定要進它的官網 功能性的益生菌 因為市面上太多了 都要怎麼選 很難選 那我們大概一般都會推薦說 曾經做過臨床研究的 浩然提到這個C23的乳酸菌 在2017年日本的一個學者 曾經做了一篇研究 還滿好玩的 他找了69個壓力很大的人 哪些人呢 這些人是醫學系六年級 三個月後要做 壓力超大 壓力超大 那這些學生呢 兩組一組吃真的 一組吃假的 那先開始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這個 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壓力都很大 都好像睡得不太好 可是一開始吃 兩組 不管吃到真的假的 好像睡眠都睡得好一些些 這叫安慰劑效應 所以吃到假也覺得很 我覺得我有吃 我有感覺 到12週 離開的考試只剩兩週 就很明顯 吃到真的這一組 比吃到假的這一組 那麼它熟睡的比例 就明顯 統計上顯著意義來得好 到底這兩組學生 發生什麼不一樣 他們去測他 口水裡面的壓力荷爾蒙 就是腎上腺素 結果發覺說 吃到真的C23的這一組學生 口水裡面的壓力荷爾蒙 比較低 壓力減少 對 所以就是說 他腸道調整好以後 反向腸腦走去影響大腦 大腦分泌叫腎上腺素分泌的 就降低了 所以說假設壓力太大 又怕吃 棉藥會有問題 或許可以試試看 C23這類的 調整一下腸味道 真的凡事 我們就是比較 以正面的思考來看待 對 然後不要讓自己製造太多的壓力 這樣其實對身體也是不好 沒錯啦 只要信不要怕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官方網站 來按讚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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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